Morning 大家早上好 我们又好久不见了 最近呢 在忙些什么 没有啦 其实也没忙什么 只去走走去看看 看一些新的东西 装修这边呢 也是很顺利啊 其实东西也是还在走 只是说 比较少拍摄了 那个装修那边 还有很多那些朋友啊 一直在问 为什么没有在更新啊 一些我们装修过的啊 不是没有 不是不想更新 有些东西是因为屋主嘛 对吗 有些 工修完了 可以更新 有些不能 好对不起啊 不是我们不想 我们尽量尽量 OK 好了 先搞定这个 先喝了喝了 最近呢也是 带的这个产品 果醋 现在来稍微的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醋 这个醋呢 果醋 是有分成三种 一个是天然的 然后一个是 木瓜 另外一个是那个 什么 山楂柠檬 对 这样那些 这些是纯天然的 你看 这些纯天然的 这个它的配方是 马来西亚的独家配方 所以我们拿到它的 新加坡的 那个 Distribution 对嘛 这个天然的可以降 降低血压啊 软化血管啊 提升 行脑啊 增加免疫力啊 这些东西啊 这是它的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 纯天然的 那个味道 然后呢 还有 还有其他两个味道 就是 这一个是 木瓜的味道 那木瓜呢 是帮助 痛风啊 水肿 尿酸 风湿 多尿泡 啊 那个叶尿多啊 肾虚的啊 那个关节炎啊 这些 便秘啊 还有女孩子的 便秘啊 这个 这是木瓜的 味道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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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显改善啊 那些 美白啊 血糖啊 健胃啊 护肝啊 还有老人斑啊 胆固醇啊 高血压 圣洁 很多啦 它其实还有那些 失眠啊 睡眠帮助睡眠的 所以呢 这个 产品 是 马来西亚的产品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 带来新加坡 开始 呃到时候 会跟那个 阳光可乐 那个 呃 5月9号 跟阳光可乐 合作 就是做直播 好 到时候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可以 呃呃呃呃 进来看一下 到时候我把那个 链接 发在那边 或者你们可以 呃呃呃呃 直接微信我 或者 WhatsApp我 你知道我电话号码了吧 对吗 等一下 我会打在下面这里 OK 好 好了 不多说 现在我们就出发 去看一间 在淡宾泥的房子 装修 还没开始装修 现在要开始装修 所以我先拍了他们一开始装修的 那一间房子 然后 给你们介绍一下 到时候装修完了 再来给你们拍多一次 因为这个屋主已经答应了 可以拍 OK Let's go 大家早上好 OK 我们来到了这一间四房室 我身后呢 这是大门 看到我进来了吧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在门口 外面 一进来 这里呢 一进来了 右手边 就是我们的 防空好 你看到吗 防空好 这里 在防空好里面呢 大致上都一样啦 就是放我们一些储藏的东西 放个架子上去的话 然后就可以放一些 你的那些 麻将桌 那些有的没的 全部放在里面 OK 然后 左手边呢 一进来 门后面 这是大门的后面 就是我们的那个电表 这里 全部 电表 然后你可以隔一些板 我跟你说 叫你的设计师 隔一些板 那你就可以放 放多一点东西了 让雪橱也好 可是这一间 我跟你说啊 这一间四方式 就有点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慢慢的介绍 我们往里面走 这一进来就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就很漂亮 很长的一个客厅 你看 对吗 然后 右手边这里呢 大致上就是放了一个 那个吃饭的桌子 会在这 因为我们厨房在左手边嘛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 左手边这里里面是厨房 然后这个就是客厅了 客厅其实现在的规划也是不错 落地窗 你看到外面 对吧 好漂亮 这里大致上都是放你的电视机吧 在这里 因为他的那些 全部的线都在这里了 已经埋进去里面了 政府一来就是埋进去里面了 你看你这边看过去 这是他们进来 这里是厨房 这个是防空好 大致上还挺不错吧 可是我跟你说 现在的政府族呢 他们越做的越 越好 因为下来的话 好像是几乎只是小装修 就能拎包进来了 说真的真的 你看他地板 你看这个地板 全部都做好来的 其实大致上也没什么大 大 大动作 大装修啊 对吧 只是说要放空调啊 厨啊 换一些那些灯啊 油漆啊 玻璃的啊 之类的东西而已 很小装修啊 我们往里面走 这里就是厨房了 哇这个厨房啊 是一个open kitchen 可是这厨房我感觉有点小 你看 这边是煮的 那一边是洗衣机 这一边呢放在冰箱 之类的东西 这个空间呢 真的设计师要好好的利用 要好好的设计 才能很大的把它利用起来 这个要很小心 啊 我们厨房我们一进来 现在都来了那些亮衣架 里面的亮衣架 这是外面的亮衣架 都是一样的 然后那里就是那个空调外积 从外面出来 那个主人房 那里面那里面有个窗口 那个外机从那里面搬出来 逛到外面 好 往里面走 这是第一个房间 你看 其实它搭配还挺漂亮哦 那木门的颜色 它地板的颜色 搭配起来还不ok啊 不错哦 然后你看 现在的这种窗口 有点像落地窗 有小的窗口给你选择 你要打开大的 又打开大 不打开大的 只是打开小的 然后对小孩子来说 这边有 最起码有一米高 没那么容易掉下去 小孩子 哦 你这样看 就知道了 大致上还不错啊 大小 现在的政府租 然后我们往里面走 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 右手边 哎 左手边 右手边 左手边 OK 帮你们进来看一下 你看大致上它的插头都已经帮你买好 买好 还有些人不喜欢在这 想要买到里面去 就再重新再挖过 OK 这边也是有一个 你看 它两边都有给你 是看你要放哪一边 然后这个是要换 完成 Data的吗 是看你咯 风调机 多数都是会选择放在上面 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厨 对吗 多一个厨 风调机放在上面 然后这边可以摆个床 还有摆个桌子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往前走 就来到了公用厕所 你看 现在公用厕所的砖 用了还经不错 已经漂亮了 马桶也是 你看 这个马桶 洗手盒 这些砖 OK啊 大小都OK 只要做了一个玻璃围起来 把它弄成干湿分离 就OK了 这个出水口 现在出水口是这样子 哎呀 怎么拿什么 拿不上 那些管线 它会给你看了 热水烧水的那些管线 全部都有了 所以你转的时候不会转到 这里你看 它有跟你说 不要转到 大致上都是这样 在里面 在里面 可以放一些灯 在里面打出来 漂亮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主人房 主人房 稍微会大一点 你看你一进啊 主人房 这边比较观察一点 你看 多亮 窗口 打开了 你看出外面 多舒服 这个 这一间呢 它的那个方向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 早上太阳晒不到 中午 晚上的太阳也晒不到 因为是另外一边嘛 晒的是另外一间 这间还好 这间的主人 厉害 选择了这一间 可这样说 有点做北朝南哦 所以它有那个亮 那个灯的 那个那个亮 亮度还不错 这些插头也是一样 大致上 你要改 要换可以 然后这边的也是一样 这边也留了 然后 如果你想 你想要 放那边多一个 好像他们想选择这边多一个 他们就我们就会 直接拉过去 这里呢 就是 主人房的厕所 大致上跟 外面厕所都一样啊 只是它的位置 摆设不一样了 你这边会比较好一点 这边呢 做一个玻璃 直接来到这里 然后 这是折叠门 这些折叠门 你看 好 关了 然后你开的话 它就不会这样打到嘛 它最起码可以折叠 变成小一点 方便 你看 这样子 多方便 那这上很多屋主都是这边做了一块玻璃挡着 给它 不要给它的水流出来外面 哦 这些全部都来的现在你看现在多好 你看多漂亮 全部都装好来了 还买什么 这是家了 以前还有这些出水口 它已经帮你搞定了 你看 开水 关水 这边也是 你要加那个 洗屁股的那些水 换了这个也是可以 然后大致上 很多屋主会把这个拆了 重新做了一个柜子在这边 然后上面也是 整个柜啊 柜桌做 要不然就是买 买伞的 哦 那这边 其实出去就是空调外积 可是 这个应该是锁的了 打不开 要有锁式 都打不开 这一间呢 是一间 四方式正幅主 多大呢 这间大概是 94平方米 然后这一间有 三个房间 然后有两个厕所 一个 开放式的 厨房 还有一个客厅 还有加了一个 防空号 防空号 大致上 我们都是用来 当做是储藏室 然后 这一个呢 是坐落在 淡冰尼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过来呢 很靠近而已 只要五分钟 那时他在锁的时候 我都已经有在拍摄了 一些timelapse 从他没有到他有 等到时候吧 那我 把他的那个影片 全部 收集好了 全部一次过 做成一个 视频 才让你们看 好啦 今天这一间 四房市 新加坡的正部族 还没装修 还没开始装修 是要装修了 明天他们会来动工 所以我今天先下来 拍摄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他原本的原貌 等他装修完了 我们就拍回来再拍摄 给你们看 ok ok啦 今天就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